這條題目是這樣的 這裡有一個graphy等於ax²加bx加c 它現在可以判斷abc和b²-ac的sine 即是它的正負值 即是問正還是負 你逐個看 先看a a究竟是正數還是負數呢 因為這個graph是open upward 所以x²的coefficient是正 即是a是正 那就可以了 因為open upward 所以x²的coefficient 即是a是正數 到看c c是比較容易看的 c就是在看y intercept的位置 但你看到y intercept是正數 所以c也是正數 就寫回 y intercept就是這個位 現在貓士圈著這個位 在橫軸以上 above the x axis above the x axis 橫軸以上 所以c就是正數 到b 到b就麻煩一點 你就要在y intercept那裡 和這個位置點一下 要點一下 然後就說 線剛剛碰著這條曲線 剛剛碰著 這條線 會和曲線很接近 貼得很近 但是剛剛碰著這一點 這條呢 我們就叫tangent 一定要在y intercept 點一下 然後畫一條線 OK 因為這條直線 就是tangent tangent 就是這個直線 這個直線的slope 在這個point 0c這一點 是正數 因為斜向右上方 這樣的話 就代表b也是正數 就是a,boy,c 都是正數 最後 b²-ac 其實就是a x² 加 bx加 c 等於0 的discriminate OK a x² 加 bx加 c 等於0 的discriminate 沒有說錯 雖然這條寫等於y 但你考慮這個discriminate 就是究竟 a,x² 加 bx加 c 等於0 有多少的rote 看看 現在我們把這個 本來就是考慮這個equation 的discriminate 但其實我們可以把它轉化成為 這樣的 我把這個 叫做y 我把y 作為y 那你會插成兩條 什麼樣子呢? 第一條就是這條 y等於ax² 加 bx加 c 就是曲線 第二條就是y等於0 這就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解決這條 ax² 加 bx加 c 等於0 某程度上就同 考慮這條曲線 和x加 c 的相交點 一樣 在做一些邏輯上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想的就是 這條破了equation 計算出來的x 其實就是這一組 的equation 計算出來的x 是一樣的 好了,你用圖著一個對解 這條曲線 和這條 y等於0 就是x加 c 的x座標 那個數值是多少 其實就是說 我只是在找一個x intercept 你要找x intercept 這個graph 其實就做到y等於0 也就是說 解決這條equation 好了 這條equation 它有多少個root呢? 就是代表這條曲線 和x axis有多少個相交點 所以這個discriminate 其實是通用的 如果這裏的discriminate 是正數 就是代表有兩個discriminate 就是這條曲線 和x axis有兩個不同的相交點 反過來也是 如果這條曲線 和x axis有兩個不同的相交點 即是代表合體之後的這條equation 有兩個discriminate 也就是delta等於0 大於0 我們看看這條曲線 和x axis有兩個不同的相交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了 因為這條曲線 和x axis有兩個不同的相交點 這兩個 所以discriminate 會大於0 重點就是 這條曲線 和x axis有兩個不同的相交點 即是代表這條quadratic equation 有兩個discriminate 也就是delta大於0 所以這裏就是教你去看 如何去判斷 a b c 和b squared 減4ac的正負值 這個是方法一定要記住 是典型的方法 來的 check a 就是x squared coefficient 就是check open upward 還是downward check後面這個constant c是正定負 就check y check x的coefficient 是否正定負 就check 是slope of tangent 如果斜上去右上方 代表正的slope 是正定負 代表正的slope b就是0 反 c就是負 如果check b squared 減4c就是正定負 就看回 graph和xintercept的相交點數目 如果有兩個不同的相交點 代表discriminate會大於0 這裏有一條新題目 試試你自己做 就判斷 A B C 和b squared 減4ac的sign 就是正負值 你可以在這裏按pause 然後用3分鐘的時間 試試完成它 答案就是這樣的 A是負數 B是正數 C是負數 而discriminate b squared減4ac 是負數的 這就是新的quadric graph y等於px squared 加qx加r 叫你判斷pqr 和q squared減4pr的sign 這次的特別之處就是 那條 graph只是碰到xaxis一點 小心點看 在這裏按pause 然後做完之後 就可以按play 看回答案 這次用1分鐘的時間做完 答案就是這樣的 p是正數 大於0 q是負數 小於0 r是正數 大於0 最主要是 q squared減4pr 等於0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quadric curve 只是剛剛碰到xaxis一點 也就是說 px squared 加qx加r 等於0 只有一個 solution 或者是repeated root 這次discriminate 會等於0 這條就是要你判斷 A m n的sign 正負值 留意到 這就是典型的 pata form 典型的pata form 所以 這裏你就可以知道 xintercept分別是m和n 雖然你不知哪個比較大 但是你知道m和n一定是在 positive xaxis 所以你很肯定m和n都是正數的 另一方面 a也是正數 因為它開口向上笑口 所以你知道 a是正數 m是正數 n是正數 ok 三個都正 那試試做下一條 這條 我們要判斷 a s和t的sign 你看到 這裡寫了a乘 x加s乘 x加t 這裡你要非常小心 就代表他們的xintercept是-s-t 負s-t 即是說 負s會大過0 雖然你不知是誰 但是你知道負s一定是positive xaxis那邊 所以負s是正數 s就會負數 重新一次 這裡 其中一個的xintercept就是負s 因為它是正數 所以s就是負數 同樣對於x加t這個factor 也是這樣做 另一個xintercept就是負t 因為負t又是正數 所以t就變了負數 另外a就是負數 這個open downward 就比較容易看 所以最後得出來 a,s和t三個都是負數 好 繼續 現在有個graph y等於a乘 bracket x-h² 加k 找回ahk的sine 因為這裡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典型的vertex form 所以你就可以第一件事 就馬上分析vertex的位置 vertex就是h和k x座比例 不如h 那h是正的負數 因為它在positive的xaxis 右手邊這裡 所以h是正的 接著到k k就是positive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橫線以上 ok 在xaxis以上 所以k也是正的 第三 a就是負 因為open downward 所以就會出現 h是正數 k是正數 a就是負數 試試你自己做多一條 試試這條判斷 就是ahk的正負值 看看這個 它是典型的vertex form x-h² 加k 所以它的vertex就是hk 然後h是正的負 h是負的 因為vertex的x左邊就是h 它向這邊 負那邊 xaxis那邊進發 即是左邊 所以h是負數 k就是正數 因為它在horizontal assets上面 另外a也是負數 A是正數 A是正數 因為open upward的笑口 所以h是正數 k是正數 a也是正數 再試試做多一條 這個就是graphy等於 a乘x加p b-r 判斷a p-r 正負值 a的正數 很容易看 open upward 這裡小心一點 它的vertex 就不是正p 是負p 因為vertex form 裡面是x-某些東西 它現在是加 所以要變成負p 將正負值相反 而vertex的y座標 就有childcompeting square 後面這塊 負r就可以了 至於 如何判斷正負呢 這個work as x-b 就是正數 因為它在右邊 負p是正數 因為它是在 右邊 y-access的右邊 即是positive x-coordinate 所以負p 是正數 所以負p r就是負數 這裡是很陰濕的 讓我再說一次 負p就是vertex的x座標 是正數 因為vertex的x座標 是在positive 那邊 即是右邊 所以負p是正的話 p就負了 另外 vertex的y座標 是負r 而vertex的y座標 是正 因為vertex 是在 橫線以上 y-access上面 所以負r 是大於0 因此r 小於0 剛才也說過 最後a就是大於0 因為open upward 所以我們有 a是正數 p和r 都是負數